持續改變兩岸和平穩定的現狀 包括透過軍事、威嚇、外交、打壓 以及銳實力的滲透分化 這個是國際社會所公認的事實 我方堅定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現狀的政策是一貫的堅定 我們也有堅定的自我防衛的決心與能力 捍衛台海以及區域的和平穩定 對於美國副總統陳思的演說 那麼我們會持續關注 至於對於美方匿名人士的說法 我們沒有評論 謝謝 謝謝